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北京警力高度戒备 悼念李克强堪比悼念周恩来和胡耀邦 中共政权为何畏惧群众党员 美国加州出现讽刺洗礼的主题活动 抨击中国政局 美中关系缓和又有新的迹象 两国将恢复核军控团 外席会前 布林肯出访亚洲释放什么信号 以上就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欢迎您收听亚太报道 11月2日 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的遗体 在北京火化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等政治局常委 到八宝山公墓参加告别仪式 更多北京市民也聚集在八宝山公墓外 募送临车使过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古婷的报道 李克强遗体告别仪式 周四上午9点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据《新华社》报道 习近平、李强、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公墓送别 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网民拍摄的多张现场图片和视频显示 在庄严的瞻仰厅内 李克强遗向上方写有《沉痛祷念李克强同志》9个字 李克强遗体覆盖着中共党旗周围由长青植物环包 瞻仰者向遗体告别后再行三鞠躬 造成八点许 李克强的灵车在两辆黑色指挥车引导下 离开解放军总医院 缓缓驶向北京八宝山公墓 整个车队有近20辆车 当灵车驶入八宝山公墓大门前 站在马路一侧的北京市民 纷纷举起手机拍摄并高喊总理一路好走 在八宝山公墓外 马路边接备的警察大为紧张 注视着全能哀悼李克强的每一个路人 还不时劝告路人 不要接近马路 其中一个警察对民众说 前一天傍晚 北京警察突然要求天安门广场上的游客离开 现场视频显示 一辆警车在广场中央向游客发出清场通知 在北京的武汉居民钟先生对本台说 当局十分担心民众的情绪 要给个真相啊 反正努力大吉了 他68岁嘛 在位的总理的话都80多岁90多岁都没死 他怎么就死了 说可以心脏病 反正要真相 上周五 68岁的李克强因心脏病在上海逝世 引发民众对其死亡原因提出质疑 北京居民姨女士对本台说 我还认为呢 就是李克强他是一个好人 他68岁就去世了呢 我觉得是很可惜的 对于李克强作为总理来说 当了十年 他在政坛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你当总理的话 如果你什么事也搞不成 就不如自己主动下台啊 时事评论人士李扬认为 面对众多的质疑 政府不应急于将李克强的遗体火化 他前一天对本台说 河北媒体人高先生对本台说 以前几位同级别的高官趋势比较 当局对李克强趋势的叼咽等级最低 这导致不满政府的人群更多 他说 其实现在主要是看现在社会的不满情绪 到底被压制到什么地步了 我觉得高下锅到底有多少气 现在 但是老百姓内心社会的这种不满情绪 肯定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限制附近了 但是它会不会爆发 现在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亭报道 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遗体二号火化 但是中国官方并未设置公开灵堂 供民众悼 在李克强安葬的八宝山公墓周围 大批警力戒备 北京 上海等地 还对某些地铁站进行了管制 中共保持高度维稳 为何如此恐惧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在本台《亚洲横响聊》节目指出 与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 前总理李鹏过世相比 这一次悼念李克强民间反应相当强烈 他分析江泽民和李鹏都超过90高受过世 但68岁的李克强才卸任英年早逝 让不少人为他感到惋惜 有些人则认为这位总理当得有点窝囊 替他抱不平 胡平指出 这一次于1976年悼念周恩来 和1989年悼念胡耀邦有相似之处 都有死人压活人的意思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记录 1976年清明节前后 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强烈不满 通过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 支持邓小平所代表党的正确领导强大抗议运动 公开表现出来 吴平说周恩来过是一开始 悼念活动很少有直接表达反叛意识 到了4月5日 杨梅健出鞘 秦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这类口号都出现 那个清明节就成了一个集合令 就使得所有对不仅仅像 悼念周恩来 而是要在悼念周恩来这个时候 借题发挥的人 给他们发出了一个共同的信号 节目主持人代中人追问 依此判断下一个清明节 会形成另一次群众集结吗 节目另一位来宾 台湾大学政治系荣誉教授明居正 认为不会等那么久 明居正说这么重要的大人物突然去世 却未见中国成立智商委员会 也没有大型公开追悼会 民间百姓自发的悼念活动也都成了禁忌 老百姓是看在眼里面的 我们现在看那个据说是李克强的 灵堂的照片和画面 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 怎么这么寒酸 很想说连我爷爷的这个灵堂都比这个强 那这话讲的时候很重的了 明居正表示 现在看到中国民生凋敝青年失业率 居高不下又管制言论和网络自由 连悼念都要监管 不许民众发泄情绪 虽不能肯定会发生群众运动或暴动 但是社会氛围是存在 舞台已经搭好 明居正说 中共常讲千里之题溃于以穴 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了那个以穴 但他会在哪个点上受不住压力突然崩塌 仍待观察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去世之后 美国加州近日出现 以讽刺习近平和李克强之死为主题的活动 人们通过参加万圣节游行或集会献花的方式讽刺中国政局表达对习近平的抗议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孙城的榜道 在南加州的洛杉矶 一场政治讽刺活动于10月31日万圣节之夜 在圣塔莫尼卡大道举行 一批来自中国的异议人士参加了游行 他们穿上大白和红卫兵服饰 把习近平李克强李强蔡奇的照片举到头部的位置 并展示了一幅习近平的讽刺画像 用以讽刺中国此前的新冠清零政策和今年的政治变化 参加者们在现场呼喊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等口号 本次活动的组织者接力剑向记者讲述了这次活动的情形 我们也扮演了这个李克强被杀死 我们很多的参与者头戴李克强面具 脖子被捆绑铁链链的一头由习近平所拿着 就代表李克强被习近平谋杀的一个表现 他表示在今年上海的万圣节之夜就出现了不少讽刺当局的参与者 因此在海外的人们也需要予以响应 我们在海外我们做这些东西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去接力他们 这种行为我们要点个赞我们也要去接力 在洛杉矶狂欢节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人人参与者都拿一部手机拍摄一个照片都是一种宣传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在今年10月27日死于上海 十年68岁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信息 李克强的死因是突发心脏病 然而有不少民间议论认为李克强死于习近平的谋杀 在李克强死后中国民间多地出现了民众举行的悼念活动 人们通过聚集献花的方式追悼李克强 并在悼念时写下李克强生前表示中国的开放会继续推进的话语 黄河长江不会倒流 表达对李克强较习近平更为务实的政治风格的赞同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场相似的悼念活动在11月1日夜间展开 参加了本次活动的人权活动人士向力表示 这种活动产生的原因是人们对习近平的不满 本次活动中在校园内的言论自由咖啡馆外 一批该校学生自发组织了对李克强的献花悼念活动 参与活动的数十人摆出李克强的照片 在照片前点起蜡烛放置了菊花 并用一条白布做成绞索的样子围在一张习近平的照片旁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还在李克强照片前放置了包子 在中国民间包子是习近平的讽刺性称呼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孙成就金山报道 美中关系回暖又有新的迹象 在奥巴马总统任期之内 暂停的两国核武军控和防扩散磋商将在下星期恢复 随着美国国防部评估中国正在大力发展核武能力 加之俄罗斯扩大企业和威慑 美国正在积极寻求避免三方军备竞赛 但学者认为本次会谈的成果可能会较为有限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本周四报道 美中两国政府官员将于下周一在华盛顿就和军控问题进行对话 据悉下周的对话将由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斯图尔特 和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主持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核问题项目主任威廉姆斯博士表示 他对下周一的磋商并不抱过高期望 但中国一改一往长期拒绝军控对话的态度 这对两国来说都做出了努力 我希望看到磋商达成的第一件事是后续好论达成一致 以继续保持对话的势头 第二件事就是透明度达成某种协议 提高彼此核理论核武库的透明度 第三则是建立真正的危机沟通渠道 由于中国核武库缺乏透明度 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华盛顿智库兰德公司 中国问题专家何天目分析认为 尽管美中俄这三个核大国普遍认为 核武器只能用于威慑打击 但美中两国也担忧台海冲突可能升级 带来核武器方面的风险 中国奉行不首先使用的原则 并称其只会发射核导弹 以报复对中国的核打击 美国和中国政府 担心台湾附近的冲突可能升级 一方或另一方 输出核武器的可能性不容忽视 因此双方都有强烈的动机 建立对话和机制 来监测和减少设计核武器的风险 虽然中国多次强调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 但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上月表示 在某些情况下 北京也许会判定该原则不适用或无效 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 核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赵通博士告诉本台 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 历来受到国际社会质疑 根据国际学者的研究 中国之前叫做二炮 现在叫做火箭军 他们在2000年中期左右发布的一些文献 表明在一些极端的常规军事作战场景下 至少中国的军方会考虑首先使用核武器 他进一步分析说 对 军控这一块也许不只局限于核军控 可能也包括常规武器 以及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范围可能还要更广一些 华尔街日报还指 美国正在积极拉拢俄罗斯加入类似的军控谈判 但俄罗斯尚未对美方提议做出回应 威廉姆斯博士推测 在下周一的对话上 美方可能要求中国提供更有力的证据 证实其增强核力量仅用于和平目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监委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1月中预计将在旧金山会晤 在此之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本周再度前往以色列访问 并在下周前往日本、韩国和印度 在目前伊哈冲突和欧乌战争令全球感到不安的时刻 美国还能焦距在印太地区吗? 布林肯此行又将向盟友传递怎样的信息?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周三宣布 国务卿布林肯将从11月2日到10日 首先访问中东的以色列和约旦 随后就将展开亚洲行 到访日本东京、韩国首尔以及印度新德里 针对布林肯此行 美国国务院亚台主卿康达在周四媒体简报会上强调 尽管面临其他全球挑战 美国仍将重点放在印太地区 我们仍然高度聚焦于整个印太地区的和平和安全 该地区对于美国在未来一个世纪的和平繁荣与安全 仍然至关重要 国务卿在面临这些全球挑战的情况下 再次访问该地区的事实 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 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消息 布林肯将于下周在东京参加本年度第二次七国集团外长会议 他还将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外相上川阳子举行双边会晤 随后布林肯将前往首尔会见韩国总统尹锡悦 外交部长朴振和国家安全顾问赵太勇 之后布林肯将前往新德里 与美国防长奥斯丁共同参加美印2加2部长级对话 周四简报会上有媒体提问 在本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前 美方将就与中国外长王毅的对话 及更广泛的美中关系向亚洲盟友传达何种信息 亚太助亲康达回应强调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保持一致 仍然专注在投资于盟友并与中国竞争的战略 美中关系基本面没有改变 康达说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受到合作伙伴的欢迎 因为大家都相信负责任的管理美中关系及竞争 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至关重要 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外交的根本重点 仍然是加强我们与盟友伙伴和朋友的关系 并增强他们的集体能力及我们的共同能力 来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美国萨姆休士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翁吕中告诉本台 布林肯此行必须要做两件事 第一就是保证亚洲盟友能够认识到 美国还是非常重视印太这一战略主轴 其次就是针对特定事件沟通 包括朝鲜半岛危机 如何落实美国印太战略 以及美中关系议题 翁吕中指出 美国现在需要同时处理几件事 包括俄乌战争 以哈冲突 朝鲜局势 台湾问题 再加上对华科技战和贸易战 在多项问题上 美国还是需要北京配合 至少不捣乱 而对中方来说 科技战和台湾问题则是关切重点 旅美时事评论人士恒河告诉本台 虽然美国下一步要面临大选的问题 但美国的战略转移和对中共的围堵政策 不会有太大改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 华盛顿报道 首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 日前在英国召开 中方代表获邀出席 并在开幕仪式上发言 但却被排除于和英国首相苏纳克的 小范围会面之外 而海外维吾尔人则继续抗议中国代表 参加峰会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吕希 发自伦敦的报道 英国首相苏纳克 力排中益 坚持邀请中国政府派员出席 第一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 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吴朝辉 也如期到达英格兰中部的布莱切里园 和英国科技大臣唐兰 美国商务部长林蒙多等 成为峰会开幕式的座上课 作为中国电脑科学和人工智能专家 吴朝辉却把演讲的重点 放在推销习近平的AI智力倡议上 2023年10月18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 在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 总体演讲中 提出了全球人工智能智力倡议 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 安全和治理三个方面 全面系统地阐述了 人工智能治理的中国方案 包括中国在内 英 美和欧盟等28个国家 共同签署布莱切里宣言 同意人工智能技术 如果被滥用 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伤害 必须通过国际合作管控风险 虽然英国邀请中国代表出席峰会 并把中国加入联合声明 而英国副首相道当受访的时候 却表示 部分会议 只限于英国志同道合的国家 不宜让中方代表参与 根据日常 首相苏纳克在峰会的第二天 和一批政府 企业和专家 进行小范围的会面 台湾中央社引述首相府发言人 表示中国不再和苏纳克会谈的 少数国家之列 而在峰会前夕 前首相特拉斯 和执政保守党前党领袖史密斯 都公开反对苏纳克向中方发出邀请 英国维吾尔人权组织停止维吾尔种族灭绝 就发起行动 在货车上展示 阻止中国以AI镇压维吾尔穆斯林的标语 游走在伦敦国会大厦和布莱切里园 峰会的会场外 主持执行董事拉希玛 马赫木特 书面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 系数高科技 如何被中国滥用 认为英国不应该让中国参与AI峰会 以下我的同事读出 我们知道 中国利用AI在维吾尔地区 香港和西藏进行监视和控制 他们更参与英国研究机构 透过华大基因公司 获取各种人工智能数据 特别是在基因组学领域 即使美国已把某些中国科技公司 列入黑名单 但英国首相仍邀请中国政府 来制定国际AI框架 令人担忧的是 中国的参与可能会削弱 英国为AI安全开发 创建强大框架的努力 自由亚中台记者 吕熙英国伦敦报导 近期中国发布 关于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 管理办法的修改决定征询一件稿 规定转基因成分超3% 才应当标注转基因 这个管理办法的修改 引起网民议论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 吴婷的报道 近期中国农业农村部决定对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部分条款予以修正 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关键部分是将大豆 大豆油 玉米 玉米油 玉米粉等单一作物转基因成分含量超过产品30%应当标识 缓言至低于3%将不做标识 对此有众多网民提出质疑 认为农业部要修改转基因生物标识的规定会造成大量转基因食品悄无声息地爬上亿万人的餐桌 以至于消费失去知情权和选择权 田龙江772已销售豆制品的商人李女士 本周四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政府早已规定禁止销售转基因豆制品 但是现在又允许3%以下低含量转基因农产品不用标注 让人无法理解 意思就是这个是有毒 但是这个毒稍微少一点 不严格把关的 那就是非常那个什么 大豆油的 什么菜籽油了 没有标记的东西太多了 我认为是 它本来就门槛就够低的 它可能背后就是原因 就是量食产量不够 有微博网民留言质疑 有何证据说明3%以下的转基因成分 就是安全且不用标注的 消费者和公民对食物成分 有没有充分的知情权等 日本金刚大学人类学教授杨海英 接受本的采访时说 日本对转基因产品的管理 非常严苛 基本上不得将转基因原料 制成食品 中国说是3% 它其实那个做的时候 肯定它要30%都能给你做出来 尤其是豆制品和那个 白金酱不是3%的问题 都已经有很超高的转基因的 这个从美国和这个巴西进口 再加上它把那个品种 引进来以后 已经是转换基因的这个产品了 微博网民苦丁查留言 实事求是标注不好吗 可以有3%的转基因不标注 但就可能有10%的不标注 网民募封申诉留言 是不是中美关系缓和了 有些美国转基因产品要大量进口中国了 目前许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 对销售和种植转基因或基因改良产品实施了规定和禁令 这些规定可以涵盖一系列农产品 包括转基因作物和转基因食品 比如欧洲联盟成员国实施了严格的转基因食品法规 其中包括标记和审批程序 以确保消费者能够获得关于食品中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信息 一些欧洲国家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也有限制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亭报道 中国房市低迷造成经济复苏迟缓 中指研究院日前发布的百成价格指数报告显示 10月份百成二手房价格持续下滑 超过90个城市的房价已连续5个月环比下跌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根据百成价格指数报告 10月百成新建住宅平均价格环比上涨了0.07% 同比跌幅收窄至0.02% 但是百成二手住宅平均价格环比下跌0.45% 已经是连续18个月环比下跌 从房价涨跌城市数量来看 根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成价格指数 10月百成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下跌城市数量为41个 比9月增加了11个 百成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下跌城市数量高达98个 已经连续5个月超过90个城市 二手房市场深度调整态势仍在持续 新浪网一篇降价也卖不掉房子的中年人 点出中国拥有二手房民众的无奈 一名化名黎平的男子想换掉珠海的第一套房 买进第二套新房 然而两年来 老房从365万降到315万却还没有脱手 文章还提到在北京的王衡 2016年在北京通州区买了一套 40平方米总价210万的房子 挂牌定价时房屋中介泼冷水 小区最近一套成交价是205万 他感叹 没有赶上房地产的红利成了房损一代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埋台北报道 节目最后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事件 台湾的国防部发布新闻告表示 一艘美国驱逐舰和一艘加拿大护卫舰 在11月1号晚间 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 每家军舰通过海峡期间 台湾军方全程掌握周边海空域动态 状态正常 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则表示 中方组织的海空兵力全程跟肩警戒 保持高度戒备 美国军方强调 此举是依照国际法 在公海自由航行海域的例行穿越行动 没有挑衅性 这表明了美国及盟友和伙伴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 宁夏回族自治区纪监委经纪寺宣布 现年49岁的中共银川市委原常委 政法委原书记刘永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悉 李永宁曾在黑龙江 重庆和宁夏等地的公安部门任职 2019年1月起 李永宁任银川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但其违纪违法的具体细节 目前尚不清楚 12月份将在中国举行的 国际平连混合团体世界杯 由于日本没有报名参加 引发中方不满 听众朋友 亚太报道节目 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何平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